今年的學測究竟有什麼樣重大的改變的趨勢呢? 它已經將近接近三分之一 都是跟人文藝術相關的 再來就是有一些鄉野怪談、奇談的部分 笑話啊或者鬼故事啊或者一些鄉野奇談 其實學測也蠻喜歡考的 大部分都是文言文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它佔是第六題 比例不高大概兩分 那歷史的部分呢 跟一些鄉野奇談、怪談、八卦等等的部分 所佔的分數是26分 其實考題比例也算挺高的 接下來是先行的一些文章重視的 也是整個108課綱重視的部分 就是關於社會現況的一些批判 然後還有社會人與人的人際的互動 那其中第一個部分是 戰況、情勢的一個分析 數題到17題 接下來是溝通、談判的部分是第五題 然後還有一題也在談的是一個社會心理的部分 是第28題 那這個部分呢總共呢佔了好題比例的12分 沒有到非常高好 但也不算低這樣 人文、藝術、社會、歷史加起來的總配分比例為68分 當然相對於自然科學的部分是比較高一些 人文的部分 與國文相關的 自己相關的藝術領域之中呢 除了文學之外 他當然還會考戲劇啊 考建築啊等等 跟藝術相關的美學的部分 那人文的部分 當然除了藝術 他還會考歷史 也會考到社會價值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請各位同學在準備或者平常閱讀的一些設列之中呢 可以多去看看這幾個部分 那老師再重新講一遍 第一個就是人文 包含歷史、哲學 第二個是藝術 那大家可以去看參看一些八大藝術領域的部分 那今年考的部分是文學、戲劇、建築 然後還有一些談藝術的經典的部分 那再來歷史的部分考的挺多的 包含時代啊社會局勢的一些投席與批判 那這個部分呢也是佔了一定的比例 各位同學在準備就是一些閱讀的部分的走向呢 這個部分是你一定要好好去設列的部分 當然他有一些相關的思想主題 也有重要對應到古文十五篇的一些篇章 那與古文十五篇相關的就特別重要 那古文十五篇大概每個篇章裡面 他點出了哪一些重要的一些考題的趨勢 然後是舉個例 以竹子舞退勤師來看的話 他在談的就是一個談判的一個技巧 那這個部分呢他就會跟社會現實的部分會比較有關 那基本上情漢的古文都會與這個有很大的關聯性 接下來是文章形式的部分 那文章形式的部分呢就是請各位同學要注意 除了文字的閱讀之外呢 要好好準備的部分 那白換文的比例上升 那白換文的比例上升 究竟呢整個112學測呢 題型的設計上面跟測驗的目標上面 跟過去有什麼樣的不同 老師先簡單的幫各位做一個小小的一個總結 那我們在另外一支影片 老師會用實際的題目來告訴大家 108克剛他重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測驗的目標 如何落實在今年的考題裡面 今年的考題呢 基本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 第一個突破就是呢 他很多答案不出現在 他的選項裡面的答案呢 比如說B選項是答案 這個答案呢 他的閱讀材料裡面找不到一模一樣的文具 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再靠字面的方式去對照找出答案 那他需要你去換句話說 或者你去做一些資料的一些統合 或者資料的一些推理 那你才能夠找到文章的答案 這個部分是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跟從前的學測完全不一樣的部分 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今年的學測 除了文章的主旨之外 他還非常重視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文章的結構 非常重視結構的部分 包含一句話跟整篇文章裡面 其他句話的關聯性 一個段落跟其他段落的關聯性 一個詞彙跟這句話裡面 其他的詞彙的關聯性都有談到 再來第二個就是寫作手法 他考了很多跟議論文相關的一些 就是不同的句子 他在整個文章裡面扮演了什麼樣的元素 與功能 這個部分呢 算是考題比例大幅度的上升 再來資料檢索的部分 當然這個就是前面幾年就已經開始出現了 就是你在查資料的部分 不能只從單一個閱讀材料裡面查 花篇章才能夠查得出來 這個部分呢 就是算是跟從前的學測有很大的不同 到底108課綱他重視的 有哪些重要的一些測驗目標 今年的考題呢 是如何設計這些目標 如何破解它 那老師將從加在下一個影片呢 詳細的為大家講解 那今天我們的講解就到這邊 那你對今年的考題的趨勢 有沒有完全理解了呢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 自己講解影片 掰掰 掰掰 拜拜